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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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葡大眼一直很契合只講一個氛圍 跟他去講一個或是一個哲理 是 其實他的東西還是比較內斂的東西 比較多 對 然後他希望多一點的空間 給觀眾自己去想 比如就算像這樣子 《山中傳奇》是一個聊齋的故事 他其實是用聊齋的一種寫法去寫 這個到底是真的發生還是假的發生 那人生有多少的事情經過 以後以後你去回想 不知他是真是假 可是胡導演是不要我們表演的 他永遠是用他的鏡頭 跟他set up 的場景 跟他set up 的敘述故事的 他的方式 讓你就在那裡存在了 你就是那個時候的那個人 所以你不需要刻意地去表演什麼東西 所以他對每樣事情他都想得很仔細 想了很久 想得很仔細 他的造型實在是沒有話講 真的沒有話講 所以這點我實在是也滿佩服他 那不是有一場他們兩個要接吻嗎 對 你知道石大哥是非常老實的 對 沒錯 然後他就說 好石俊過去清他的耳朵 清他什麼東西 那石俊就 痕緊 那個眼睛的紅絲都爆掉 那維修管都爆掉了 就趴在那邊這樣去 然後等半天然後就 CUT 石俊 你在找什麼 你在許方臉上找什麼東西 我們 我們 我們站在旁邊 笑到 你知道 可石大哥真的維修管 啪就爆掉了 真的就爆掉 對 緊張跟害怕 對 哇那真的 那真的是經典 因為我覺得 胡道遠講的那是男人的一種狭義的精神 對 所以他為什麼拍武俠片這麼好看 因為他對一個真正武俠的這種 男人對武俠的那種浪漫的那種 對 的感情 是另外一種所謂的男女的感情 你知道 他覺得男人就是一個 其實男性跟女性不一樣 男性就是比較動物性的 對 可是他不會去拍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要拍那個 隱藏在裡面的那種 對 所謂的狹義的感情 對 那就是當你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就要出現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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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